选择对的方向坚持到底就能开华结果 继续来看这名年轻人也很有勇气与众不同 他把用于嫁接水梨的仙渣 直接取代整座水梨园 配角变主角 一来解决缺工问题 二来想找回童年糖葫芦的美好回忆 但没通路根本无从销售 于是他转型休闲农场 不喷药改为草生栽培 也以骨髮晒干 让名列中药材的仙渣变化更多美食 姐弟都回来帮忙 全家团结一心成功走出自己的路 要采仙渣 今年仙渣结的第一批的结的比较少 第一批的已经采得差不多了 第二批的开始陆路续续成熟 枝叶扶苏间采摘黄成成果实 每年七到十月 台湾少有的仙渣农场进入忙碌采收期 它这个采收这样一剥就下来了 还有一个方向 这个更大颗的 也适合切片晒干 晒层线炸干 保存原料起来 小颗的可以把它做成汤芦芦 周烧正和爸爸一同验收眼前 辛苦一整年的成绩 不同于其他水果 微带酸涩的口感 是采收时最恰到好处的瘦度 这个要进到凹槽 没有进到凹槽就会跑掉 它的色泽会慢慢地转金黄色 它的颜色假如说是 越金黄色的话 它的成熟度越高 因为它这个是第二批的 大批就比较大颗的 大颗的它比较果肉比较多 我们要晒线炸干用的 因为它本身是有酸色味 所以说不用太成熟 位于新浦的农场 过去和许多在地果园一样 以鲜渣嫁接甜而多汁的水梨 十多年前返乡接手 周烧正尝试将过去的配角 变成主角 原生种是鲜渣的树根 因为它本身是抗病虫害 它比较生长力比较强 那我们就嫁接成新浦的水梨 以水梨来讲真的比较娇贵 那我们会选鲜渣的话 就是说它相对的比水梨好照顾 鲜渣的那个芽 这个芽点还要稍微削一片下来 再把这个鲜渣架接在这个水梨树上面 这个关键的技术在于你嫁接的时候 那个皮跟皮有没有让它密合 取树之上的芽点 销去外皮再嫁接到原生树之上 然后把它绳子绑着 让它水分不会流失 早期鲜渣都是水梨的副产品而已 去嫁接插花寿粉 我们反而是把鲜渣当作主角 主角跟配角做兑换 即便具备生长力强的优势 园内仍不乏防治虫害的设备 确保鲜渣成长更顺利 它这个是用那个丁香的 那个油的味道去吸引那个果蝇 因为它丁水果之后 它会催熟让水果漏过 此外定期削减酥脂 让养分集中 果实才能更大更饱满 它树形又会比较漂亮 然后又果实又会可以长得比较大 像这个树枝有干掉了 就把它修剪掉 因为它会吸收掉一些养分 那或是说比较矮的树枝 像我们修剪的话 就是让那个养分 可以集中在果实上面 采收期仅四个多月 管理却是一整年 小说比起种水梨 鲜渣已经轻松很多 儿时就常帮忙的周绍珍 果园仿佛就是成长过程中 现成的游乐场 放学回来就要帮忙 就帮忙采收 修剪 包含施肥 除草 都要帮忙 跟着哥哥姐姐 还有爸爸妈妈这样子 其实反而那个时候是 是还蛮快乐的 一个童年 儿后就业 原以脱离农务工作 但随着父母年事已高 周绍珍一度是台北 新浦两头跑 年轻的都往外流 因为我们想想这个 假如说只剩下老一辈的在家里 那也会担心 其实因为父母亲年纪大 他体力上也负荷 也会比较重 那我们就是考虑转型成仙渣 他比较好照顾 而且他生长力又强 最初考量父母体力 改种相对容易的仙渣 周绍珍接手后 也期望改变过去种植方式 维持地利更兼顾健康 这个是比较用草生栽培 所以说像有一些是用 那个电动割草机割 那有的是直接用手工 就把比较长的草砍一砍 这个草砍下来 就可以当作有机肥料 蛇气盖型农法 除了以生物防治 取代农药除虫 保留杂草 涵养水分 做好水土保持 因为尤其现在的气候变迁来讲 那有的时候 很长的时间干旱 那一下子下雨又长降雨 所以说草生栽培 对水土保持也比较好 对自己健康养生都比较好 对身体 对土地都会比较好 然而追求自然的草生栽培 收成相对减少 难免让长辈反弹 周绍珍却不改坚持 早期的冠型农法 因为那个产量 跟现在自然农法有善工作 那当然你要接受那个产量降低 因为你为了健康养生 就是势必要牺牲那些产量了 他可能就会说 又想要恢复冠型农法 但是我的是比较坚持健康养生 所以说从自然的农法去推动 牺牲产量之余 比起其他水果 鲜渣销售周时受限 如何让产品更多元 成了周绍珍的下一个挑战 快洗了 快洗了 比较大的 要把它剖开来 才可以放得下一个鸡 采收后的鲜渣切片晒干 就是后续加工最好的原料 早期还没有机器的时候 就纯手工这样切 切薄片 而且切薄片你要掌握它的厚度 你切得太厚的话 要晒得比较久 这个就慢慢地改良 变成比较节省人力的方式 因为农村的人力都外流 过去手工切片 如今有机器代劳 效率提高 不变地却是过去长辈们的精神 与经验 无法地用太阳去晒 因为太阳晒它可以转换营养性 原来以往水梨为主的年代 周家就会把少量收成的鲜渣 自行做加工 把它均匀地撒在这个 让太阳充分可以晒得大 晒五到七天 它慢慢就会转颜色 就跟成像咖啡的金黄色一样 再薄一点 薄一点 阳光晒得到比较快干 然后定时的要翻面 太阳晒得更均匀 要跟太阳晒 要看天气 切片鲜渣均匀铺撒在竹边缘盘上 周家三合院前的广场 搭配阳光 成了天然的烘干式 九降风太阳 可以造就好几个产业 我们晒鲜渣 干 晒四饼 它太阳晒的用意可以转换营养素 开始氧化就开始转变颜色 你晒得越干的话 它可以保存得越久 经过曝晒 鲜渣干色泽由浅转身 略做清洗 就能变化出多种美食 要把这个洗好的鲜渣干 放到水壶里面去加热 加好之后就要让它焖一下 会比较出味 这个已经焖好了 把鲜渣的水 倒到这个瓶底锅来 这个因为用太阳晒的 天然的水果的香味 特别的都要算好 因为它那个蒟蒻 它有它的吸水比例 加蒟蒻粉 慢慢地加 一边加一边搅拌 这个是纯天然的 加热之后又还原 成液体状 蒟蒻粉缓缓缓加入鲜渣水中 不时加以搅拌 并再次加热 分装后点上鲜渣干 静置片刻 等待凝结 口感Q弹的鲜渣蒟蒻 不仅是言下清爽点心 游客体验DIY 更具乐趣 除了自己尝试研发 家人也投入巧思 鲜渣片 我们要挑它的果肉 因为它中间里面有纸 有硬硬的地头有梗 我们要把它剔除掉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熬得很软烂 然后要用果汁机把它打成泥 熬煮后的绿豆仁包裹鲜渣馅 甜滋滋的绿豆糕 顿时多了分果酸香气 常来滑顺解密 当年弟弟忙着推广鲜渣制品 姐姐周玉昕也帮忙集思广益 我们就常常有时候 外面在吃一些西点 就觉得很甜很腻 那我们自己就把它 融入我们自家的一些元素下去了 这个都纯手工 就是我们自己的现有的 就是第十材 一方面是新鲜 然后可以吃到真正的原食物 兄弟姐妹假日就会回来帮忙 就把这个地方当作兄弟姐妹 大家聚集的一个地方 慢慢的一直去大家集思广益 就是把它制作一些 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 这种鲜渣系列的一个产品出来 从种植到加工产品研发制作 提起对鲜渣的用心 除了源于对父母的体贴 求学时期一度与医科擦身而过 周绍征也自诩 用不同方式完成自己的心愿 也跟父亲做解释说 因为考虑到家里的一个经济因素 因为农家子弟 确实父母亲也很辛苦 中药材里面也有鲜渣干 那因为之前没有去念医学方面 那我们就从最原始的 从平常的食品里面 平常的就在地的农产品里面 去把鲜渣当作主角去发挥 调制茶饮或制作成冰品 除了以往印象中的糖葫芦 鲜渣风味更多云 如今周爸爸已然将果园事业 全全交给下一代 过去单纯生产的农场 也在周绍征和兄弟姐妹接手后 转型修行观光 农场就是要能够永续经营 其实最主要是要有一个环境 去吸引人家 就是说来到这边觉得很舒服 空气很好 然后又可以吃到 很养生健康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对未来的情绪 王晨晨的鲜渣将一家人凝聚在一起 更意外成员曾经错过的梦想 让每一口三甜滋味 都别具温情与力量 稍后来看 同样是追求天然健康 冰店船是第三代 仍维持古早做法不变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用销的 不要真材实要 凤梨灌火他有家啊 一些色素啊 还有什么 怕也有防腐剂啦 念念不忘就对了 他刚走的时候 就是夏天耶 可是我还是拿起勇气啊 把这个生意做好来养孩子啊